各位文藝人支持各位朋友 各位新聞朋友大家好 在一個民選區域參加遊行示威請人 現在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來 堅持不少示威場面 堅持不少請人參加這麼多次活動 今次第一次都會檢望 這次檢望 我覺得因為各位這麼多人的經歷 今次的遊行 七一的遊行 是非人之無聊平 理性 克制 但是居然警方會阻落檢望 如果不是一個政治檢望 不是因為我民營成 做人民力量的副主席 我相信可能扣我 但是因為副一人民力量的成員 想去告我們 告我 告我其他人 正正一樣的就是講給大家 今天特區政府是用一種黑的手段 去黑兼一個民主政黨 因為今天香港這麼多政党 將人民力量真正為香港爭取民主 爭取普遍的政黨 民主黨何俊仁 即是他把努力投筒 他走去參與小羽選項 說他自己不值 但人民力量 我們堅持爭取普遍特首 正正3月會有特首的小羽選項 人民力量會發動大規模運動 去驅逼香港爭取民主保守 特首的問題 所以特區政府 透過那些小小的小股英去告我們 所以完全是一個政治威嚇 所以相信人民力量和我們的支持是絕對不怕的 因為民主在我們心中 我們看回14日 1月14日 台灣會這個大型的民主選舉 人民去選總統 這個總統的選舉 同時他們曾經的參與人士 他們的參與動員 都是由監窗那邊走出來的 所以我們不介意被捕 或者要坐牢 因為我們深信 民主不是請客吃飯 民主必須透過堅持努力爭取 在最終的視頻的支持 我們希望各位朋友 或全國朋友 能夠將我們任何力量 爭取民主的信息 全體出來 好 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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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民主 爭取民主 爭取民主